欢迎回到海峡拼经济 我是吴宇淑 都说行行出状元 在大陆有80后的年轻人 就靠着种水草种出名堂来 还出国比赛得到世界第三 这是台湾也流行过一阵子的水草缸 有很多业余的玩家 在家里养上了一缸自得其乐 但是在大陆这已经变成了一个产业 一门专业 包括了国际机场 还有顶级的百货公司 都是他们潜在的客户 快来看快来看 福州最热闹的商圈里 友谊勉强长草了 是不是真的 半真半假 真真假假 真的 管他是真是假 咔嚓咔嚓 先用送机把这美景带回家 在城市里面 还知道我见了这种空气 看不到的 身处在大山 这么很幽静的地方 仿佛身处爱丽丝梦有先进 又像是在阿凡达里的潘朵拉 还有亚马逊神秘的热带雨林 这就是大陆近几年 新兴发展起来的水草造景 不再只是在雨缸里洋气条鱼 放几丛水草而已 而是要把大自然里的 奇特景观搬回家 这阴面的那个支配 我们可以把自然把它减少掉一些 80后的小虎子刘勇 学园林设计出身 几年前接触了水草造景 马上爱上了他 编晚编学 2014年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参加了ATA世界水草造景大赛 在全球2320个参赛作品里 获得了第30名 这个名次在中国籍选手里 排名第三 福建第一 很多朋友啊 客户啊 过来到办公室里面都觉得 这个刚非常的漂亮 以前在外面都没见过 很特别 然后再加上去年又获奖啊 然后这 这两种重的这种 关系嘛 然后我就开始了这个 商业化 其实刘勇的公司 原本主打景观设计 还是五星插流柳承映 原本只是爱好的水草造景 逐渐占据公司一半以上的业务量 不光是大型商场的邀约 就连福州场乐国际机场 也预定了大型造景 不过刘勇还是希望 能够把这种新鲜的艺术品 推向市场 进入普通民众家里 鱼缸每家每户 他们都有需求 就一个空缸 在那边养几桃鱼 就觉得很没趣 那我相信 以后就越来越多的 会接受这种造景 那毕竟它也是一个很健康 很生态的这种东西 可是一面墙几十万人民币的造价 可不是工薪阶层 随随便便就能够接受的 于是这样的小型中型水缸 成了主打商品 就是亚马逊雨林 就是原生的一个环境 可能是丛林深处的 某一个角落 它在一个溪溪里面 然后有这个瀑布的水流 然后以及丛林里面的雾气 然后以及石头 三件的那个石头边上 一些苔藓类的植物 然后绝类的植物 然后树干上面附和一些 积水凤泥就这种 这样一个中型规模的水缸 要价8000人民币左右 价格比普通的鱼缸 贵上不少 但贵是有道理的 这里是刘永的素材库 满地都是它从全国各地 搜集回来的材料 橙木 杜鹃木 青龙石 红千层 硅纹石等等 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造型 用来表现什么样的意境 都需要仔细推敲和琢磨 然后就像这块这样 它是被水流给冲刷过的 长年累月的冲刷 然后形成的这种 岁月的痕迹 那感觉就是 这种造型主要是用于 那种比较粗犷 比较狂野的那种风格 它的表面是相对来说 是比较能够光滑一些 比较飘逸的那种造型 去除框架 水中的植物 更是被刘永照顾得好好的 就算是一根简简单单不浅的水草 也要享受贵族待遇 水枝 pH 直适中 泥巴是专门的颗粒有机肥 还要二氧化碳气瓶 就像适合它们生长的光谱灯带 让它们光和作用好好呼吸 内外兼修一样也不能落下 刘永豪学习植物的各种生长习性 喜欢潮湿还是干燥 喜欢阳光还是阴凉 要在水里长大还是可以寄生枝干 这都不是一天两天简简单单可以hold得住的 南美那边进口过来的 然后它是附着在桥木上面的 然后它又被称为一种永不凋谢的花 因为它的形态非常像这个花朵 这是空气凤梨 它是靠吸收空气中的湿度水分来进行生长 每个造井刚制作都很好时 从构思到搭建也许会经历很多失败 石头和木头组成一个宛如自然界一角的生态环境 却不用胶水钉子这些外力 全靠环环相扣 结构吻合 为了BJ木料石料的纹理还要一致 也许需要重复个几十次上百次的搭建 才能够成功 木头的形态不敢好 比如说我选到了一块 鸡笠非常漂亮的 那我很难找到另外几块跟它搭配 不过就是这样的坚持 刘勇今年继续参加ATA世界水草造井大赛 从去年的第30名进步到今年拿到铜牌奖项 白尺干头更进一步的他 也希望水草造井这份事业 可以好好经营下去 让这份美好的事物 可以进入更多寻常百姓家